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4月12號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正式服 弗雷拉終於要畢業了 弗雷拉正是最後一次換了 我們來看一下 雖然說有網友跟我講說他之後會變什麼 但是我們還是記錄一下 我現在換完了這個弗雷拉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現在的這隻弗雷拉 我現在目前的弗雷拉是四星 四星之後呢 我四星之後還有一隻 所以說我現在再配上我這個 放在這個 背包裡面的這一個 我再叫出來之後我就變五星了 那五星之後呢 我以後多的這個弗雷拉 就可以在這個馬車這個地方 用英雄自幻去換這個神魔 就跟孫悟空是一樣的概念 那另外呢這個 等到今天早上八點鐘 音樂獻禮正式服也會 算是活動 你就可以領到這個獎了 英雄選擇箱 那當時有說 英雄選擇箱 就是選這個弗雷拉 雖然說這個配級跟這個 拉庫都是新角色 但是弗雷拉更重要 因為他有這個能力去可以 多出來的去換這個半神惡魔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早上八點鐘會變什麼樣子吧 那結束的時候就把東西抽一抽 哇光弓喔 抽了好多隻光弓喔 但是這個主號當然是已經買了 滿了齁 好那我們就最後把這個 最後的三天齁把它抽掉 好這個是沒有 OK好那我們就等早上八點鐘看的是什麼樣子吧 掰掰 好 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4月12號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齁 這個是 因為上一部影片嘛 就是我已經把這個 呃配級畫完了 呃對不起是那個弗雷拉啦 那我們看到弗雷拉變什麼 OK他就變成了這個紅色箱子齁 那就是跟這個孫悟空一樣 你沒有辦法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繼續的一直換弗雷拉 然後換三個弗雷拉 就是五星之後再換三個弗雷拉 然後去換神魔 那迷宮商店也是一樣 迷宮商店原本這個位置是孫悟空嘛 他就變成了這個星塵齁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那正式服的話今天這個音樂線裡的活動也算是結束了 這樣子 這應該是戰役吧 我看一下齁 這個什麼 這是 物邊軍的軍營 沒有啦 這個是在戰役左下角齁 好 那這一個是 這樣就獲得這個對中的寶箱 那他這邊可以開出這個 配級拉庫跟弗雷拉 那不管你是新手還是老手呢 都建議你選弗雷拉齁 所以說像我的弗雷拉我已經五星了 我還是選弗雷拉齁 這樣子我就多了一個弗雷拉 那之後活動如果說有送像是 孫悟空啊 還是弗雷拉還是你這個 運氣很好齁 這個抽紫石抽到弗雷拉或是孫悟空 那你接下來你可以把當作是三分之一個這個半神惡魔 好那我們就來合成吧 OK 弗雷拉畢業囉齁 這樣子 好 合成一下 好 弗雷拉畢業囉 五星弗雷拉 登登 好那我還多出一隻弗雷拉呢 那之後就是可以跟這個孫悟空齁 拿去跟這個什麼半神惡魔配 如果是換這個四種組的角色只要兩個而已 但是當然不可能在這個地方換四種組的角色嘛 譬如說我選擇盧克雷蒂亞 這樣子 那這樣我就會有一個多的這個弗雷拉用了 好那這是正式服的部分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先鋒服 先鋒服今天是 今天是這個聖靈大冒險 第十二天了吧 第十二天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第十二天了 第十二天了 快結束了好像只剩兩天了吧對不對 來看一下喔 好 聖靈大冒險 所以下一個活動應該是快要開始吧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對還剩兩天齁 好 我們看一下今天是什麼活動 應該都打怪吧 什麼森林幻象是不是 好才三隻敵人而已喔 這個莫佐式吞魔好像最近就比較 比較沒有什麼用了喔 之前我是覺得他很坦啦 但是 但是到了後期推圖很坦還不夠喔 還要有一些特殊的效果 但是你再怎麼坦 你也沒有像這個東虹女士直接 直接免傷這麼乾脆喔 所以吞魔到後面幾乎 幾乎就變得沒有什麼看到了 欸這個應該是左邊會贏吧 因為 嗯 對啊我覺得我覺得左邊會贏喔 可是如果說 這個女妖被幹掉之後 就會變得可能可能會變得超死欸 欸 這個也很難講欸 如果說女妖被幹幹掉的話 欸 欸 可可可 可是左邊只有一個攻守 萬一女妖不小心被幹掉的話 那就會變成是超死戰鬥 而且 再怎麼拼也拼不過 喔 這個 這個很難選欸 呃 一個女妖可以 好 我們選擇逆天女妖 呵呵呵 好試試看喔 好 逆天女妖 啊 那個那個 摄恩帕控場啊 哇 天啊 啊 對啊對啊 想太多了 就是左邊齁 OK 好 那 欸欸欸欸這什麼東西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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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沒有東西了 好 所以今天只有一個小寶箱而已齁 欸 有有有有有 這邊還有 這邊還有這邊還有 好 衝啊 喔 死掉沒有關係喔 這個這個人死掉沒有關係 都會復活的 喔 最後一個了嗎 喔 喔 第五個女人的標記 大獎來了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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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而已喔 看一下 森林大冒險 欸 喔 這個是隱藏的寶箱是不是 喔 這是隱藏的寶箱欸齁 所以這個是隱藏的寶箱喔 那 他並沒有出現在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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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子裡面 好 那再來就是 欸 今天的這個 欸 換相 換相boss 要選誰啊 好像 好像什麼種族傷害的 該加的都加了吧 呃 呃 欸 選什麼咧 呃 我好像沒有上敏捷的角色 劍與襲擊 這好像只有一點點傷害吧 危險保護增加傷害增加防禦 好吧 前十秒鐘 看看這個有沒有用喔 然後 喔 已經75%了齁 那這樣可以喔 還剩三天齁 我覺得 我覺得先鋒服可以齁 先鋒服可以過關齁 應該算是輕鬆過關 而不是這個這個 呃 算是低分飛過 好 今天這樣打完吧 前十秒鐘喔 好像 好像前十秒鐘這個 感覺不是很出來耶 啊 那個 索羅斯這一隊也是屬於 慢熱型的齁 好 反正防禦的東西都不需要選擇啦 除非是那個什麼 增加能量之類的 還是五十幾萬喔 三千多K吧 對對對對對 好 那就賺一點金幣吧 OK 好 那 這邊就是這個什麼 欸 巔峰競技場 欸我又進級了 我覺得這個 先鋒服的巔峰競技場 人變少了 因為 我以前都沒有進級 所以現在突然進級 可是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以前是 呃 沒有安之隊 現在有了安之隊之後就進級 所以不知道說是不是這個原因 反正 但是最近我的這個先鋒服有 有進級就對了 你看 我現在還在這個裡面 超級誇張的齁 呃 領一下 好 但是正是因為我覺得先鋒服人少了齁 正式服我就已經這個 從 呃 好像開始有進去過之後 現在就再也都沒有進去過 六十四強齁 好 那這個是 呃 這個是那個什麼 先鋒服的部分 那我們再切回來看齁 那正式服呢 今天這個 祕寶小玩11到20關開啟了齁 所以說 影片的後面呢 我們就把11到20關的這個作業做完 那先鋒服再推11到20關呢 其實一點難度都沒有 那正式服的話相信也是 也是應該輕輕鬆鬆吧 那我們看看可不可以盡量用最快的方式解決齁 第一隊是這個 四躍光解決嘛 那四躍光解決的話 啊 佩奇公主不能用齁 那這個正式服我們就盡量看看能不能夠這個 一隊解決齁 就是說這個 欸上一隊然後解決兩個需求這樣子 不過有一些是沒有辦法 譬如說像這一關就沒有辦法 因為你要上拉庫跟那個 呃 跟那個琵琶嘛 好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最簡單的應該是安之隊吧 然後我們上個拉庫跟琵琶 好 那這關還是要分兩次解決齁 然後再來是滿血齁 OK 四滿血 四滿血的話 埃龍 埃龍不是老鷹隊 欸還可以用傭兵欸 那 那這樣子的話 欸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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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其實其實有點亂七八糟 呃 隨便啦 隨便啦 好這樣子 好 我有 我這個 每周都要跟這個 呃 這個血色倉球大家借一次這個九紅的盧克雷蒂亞 所以說 呃 這周要找一個時間 這個推圖了齁 呵呵 推圖真的是 要找一個有空的時間 幫你推到一半 呃 你要去做事這個 呃 你可能推了四關 然後 這個 呃 怎麼講咧 就是 你必須要把他推完啊 不然那個四關就浪費掉了 呃 四綠翼英雄 20秒內獲得勝利 四綠翼英雄 來得及嗎 20秒內獲得勝利 欸 那叫埃隆老英隊嘛 對不對 四綠翼 我們這樣吸過來 好 OK 上一個老英就解決了 欸 好 OK 好 再來下一關 希望可以一次解決的 同一個職業 四亡靈 四亡靈有同一個職業嗎 四亡靈有同一個職業嗎 四亡靈有沒有同一個職業啊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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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克 等一下 欸 這樣子找好像更慢齁 譬如說 呃 戰士 亡靈 戰士亡靈 伊索爾德 巴登 奈拉 沒有 那 坦克 欸 欸 坦克有 坦克有 1 2 3 還有一個古編 齁 那我們上個羅萬 齁這樣莫名其妙 對 齁這樣可以齁 一次解決 齁 齁 但是傷害力好像有點不足欸 但是傷害力好像有點不足欸 傷害力有點不足 這個對面的伊索爾德是不是有專武啊 欸 還是可以齁 還是可以齁 等一下等一下 孫悟空齁 哇 如果孫悟空一直開大就來不及了 欸 好危險好危險齁 啊 均同一個職業 欸 我幹嘛上羅萬啊 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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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還要再上一個坦克喔 喔 啊 那就 那就斯克雷格吧 斯克雷格 欸 對啊 最強坦克應該是戴萌吧 還有誰像戴萌一樣 攻擊力那麼強 亞瑟 亞爾貝德也沒有啊 好那幫斯克雷格好了 啊好糗喔 打了半天 我想到說上4個就好 那個是4亡靈啊 欸 這個這個 末日經會死掉 不然末日經會是站下面好了 好 衝啊 衝啊 哇 哇 沒有羅萬這個這個 呃 帶萌也死掉了喔 哇 沒有人回血 坎克有誰會回血嗎 唉唷 不行耶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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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兩次好了 好 第一個 第一個 已經解決了嘛 那我們就上 上遊俠好了齁 好吧 那就 那這一關就放棄齁 快速過關快速過關 遊俠的話 乾涉了 阿衝啊 有界用兵齁 九紅爐克雷蒂亞 好 OK 過關 然後再來 下一關 使用必殺技 小於等於兩次 小於等於兩次 使用必殺技 安芝行不行啊 安芝隊伍的話 好 安芝開個大 一次 好了好了好了 這樣子啦 好 都開大 讓埃齊歐去收 好 OK過關 就安芝開一次大 然後埃齊歐開一次大 這樣子 呃 在這邊 好 然後 第16關 獅子跟克愛瑣斯 好 這個一定要分兩次了 獅子跟克愛瑣斯 有的 好 衝啊 好 安芝開大 好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剩下埃齊歐快樂的收尾 四耀光帝國 有 四耀光帝國 一二三 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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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輕鬆鬆 再來是第17關 有時候滑太多了 那主號我要選誰啊 四綠角色 我好像有另外一個箱子我還沒選 好猶豫喔 這個是 四滿血 不用法師跟輔助 滿血的法師跟輔助也 也不算多啦 欸 我會選擇 好 我們上一個安芝好了 不用法師跟輔助是不是 呃 狼人 欸 欸 老鷹不用輔助 齁 薩特納 呃 薩特納我好像沒有穿裝喔 沒關係 沒關係 齁 哇你看這個沒有亞貝的安芝還是猛喔 欸 欸 啊 安芝是法師啦 真的是真的是蠢 好 那就戴萌齁 戴萌也可以 然後你用傭兵的也可以喔 還有元氣彈 呵呵呵呵 好 OK 一看到元氣彈就糟糕了 可惡 光弓 嘿 光弓射後面 咻咻咻咻咻咻 哇 射了還控場 然後控場之後呢 這個 呃 這個斯克雷格還吃到那個 銀石妖風的光環喔 坦坦的盾 超級坦 好 然後再來是第18關 優先擊方 兩名後排敵人 然後 等一下等一下 四綠翼是不是 四綠翼又要優先擊殺 有辦法做到嗎 呃 光光隊行不行 這樣子 好像 好像 好像有耶 好像有耶 好像有 好像有 欸 成功了齁 這樣子 一次解決 嘿 再來是第19關了 第19關 五個不同陣營 我要這陣營要打兩次了齁 那就是 第一個是 先 四亡靈 嘿嘿嘿 好啦 五亡靈啦 充啊 哇 這個只是 這個只是那個秘寶小萬人 伊索爾德依舊是衝過去就死掉 所以在主線推圖阿 伊索爾德就 欸還是強啦 但是你要他活下來喔 所以說他跟那個 東虹女士就蠻好搭配的 好 五個陣營不同的 那就是 要你祕三千 每一個陣營的精英角色 精銳進出 有 有亡靈 有鳳凰 還有 還有 還有萊卡 嘿 借了一個這個九紅的 喔傭兵可以一直用喔 好 過關 再來是最後一關了 呃 最後一關之前要想想看要換哪一隻喔 這一次 這一次的好像沒有佩吉跟拉庫耶 有點忘記了 欸這個是都存活四半神虛空 哇這個也太 大話不要說太早 不過我們還是先把亞瑟放著齁 好啦 五虛空萊克啦 欸欸欸欸 安芝掛掉了欸 哇真的是大話說太早 天啊這樣子切過去的時候 哇這個 這個狼人切過去的時候保不住欸 欸看一下 雪色蒼穹 呃 東猴女士 吳迪安芝 這樣行嗎 吳迪安芝 欸 欸好像可以齁 好 呵呵 OK 好那我們就來領獎吧 領獎然後再來抽一個這個紫色靈魂石 這影片就結束囉 呃 要換誰咧齁 嗯 可能是埃魯爾德吧 好因為主號該有的都有 就是換一些這個這個英雄的那個商船可以領東西的喔 這是公會幣 可以開出神魔的紫靈魂石 講是這樣講的 神魔的紫靈魂石 欸確認一下 好 紅磚5 神魔的紫靈魂石 呃 欸有佩吉跟拉庫欸 有佩吉跟拉庫欸 欸等一下我是佩吉跟拉庫 哪一個比較多啊 欸有一個900%的齁 欸 配吉我是 我一隻都沒有 但是聖靈大冒險會送 會送 應該是在應該是在最後一天吧 那拉庫是要練的嘛 那那所以就選拉庫吧齁 就是以佩吉跟拉庫 就是比起來的話 當然是拉庫比較值得練啊 好那我們就選拉庫吧 好有拉庫就選拉庫喔 呃我還有什麼其他角色要升的 沒有齁 拉庫肯定是不會錯 當然是 你前面一些重要角色選完之後 你才選拉庫啦 好我們就領吧 OK 呃 欸這樣就領完了嗎 剛剛我怎麼看到寶箱還沒打開 喔對領完了齁 好我們來把拉庫合成一下順便來領一下獎喔 欸這邊怎麼沒有一件合成 好 哇這個這個 主號的肥料已經是滿到爆出來了 但是現在有自幻券 所以說我們還是先吃這個一般的肥料就好了齁 好這個 哇你看這個肥料超級多 一口氣就直接上這個金家了 好升完了齁 然後我們來這個英雄商船領一下東西 呃升了三階吧 哇漂亮喔 小東西齁 不如小補 欸也不小耶 50個金裝武也是蠻好用的 好然後再來就是最後面齁 開開石頭 欸 兩兩開齁 有五個齁 我們還是兩兩開 好第一開 哇都五星了 第二開 哇一個五星一個肥料 最後一開 嗚嗚嗚嗚 一隻有用的都沒有啊 OK 好那再來就是 呃 這次應該是有保底的吧 兩抽 好保底第一抽 喔 Qui Qui 第二抽 OK好那影片就到這邊齁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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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